养花本身是一个很矛盾的事 就是养花先要根 教人先教心 有的话说怎么样养根 我说首先你得有一个略大一点的盆 保证一个干湿循环透气比较利落 浇水的时候一定要把控一下 植物略干一点爱长根 花友就来了 但这是矛盾问题 你用的盆大了 它干湿循环本身就没那么利落 你盆大了你就可以从土上下功夫 让它更加排水透气 从浇水上下功夫 对吧 你要了解的是什么呢 植物的根系想象的生长的快 不是说是多少的肥 是这个盆土有多透气 有多松软 多利于根系的一个发育 第二呢 是略微略微的控水 就是干了再浇 不干比较一个劲的天天浇水 天天浇水 所以说略微的一个干湿循环 会更加利于植物的根系增长 稍大一点的盆 凉好的排水透气 凉好的松软 凉好的没有那种杂菌杂卵 不要用大量的用肥去吹根 如果说这些个都具备了 再适当的来一溜溜生根液 这个根系就长得就很棒了 臭宝 能听懂吗 你们听懂了吗 好多话说 你讲的云里雾里的 你们要听不懂的 你就追问 我大不了再给你拍一期 养花就是个时间活 养死的多了就会了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软一 来了 我有个人 你不许 我肯定的 我肯定的是 小几岩 小一 看看你 你不许 我意想